连续三次适合中国 印度莫迪政府突然紧急转向 就在25号那天 正在老卧万象出席 东盟相关会议的我国外长王毅 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见了一面 在这场会谈中 两位外长谈及了中印边境问题 并且就实现边境和平稳定 达成了共识 并且表示 中印将在上河金砖等框架下加强合作 这应该是这个月以来 印度第三次向中国释放合作信号 本月到17号外面曝光 印度政府正在着手解决 中国技术工人的签证问题 通过内部合作大幅缩减 中国技术工人的签证审批时间 仅仅5天后 印度财政部发布了年度经济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 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明确表示 印度想要发展制造业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融入中国的产业链 一个是引入中国的投资 这三件事情单独来看 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放在一起来看 就会发现 印度政府正在着手扭转国内的舆论 向印度民众灌输一个概念 印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 换句话说 印度政府转向了 在这之前 莫迪政府认为 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建设的核心动力 来源于西方 莫迪希望引进包括美国 英国这些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用意推动印度经济的增长 和制造业水平的提升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是什么 让莫迪政府选择转向 我想的话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莫迪的执政危机 莫迪今年的确成功连任 但和前两次的大获全胜不同 这次只能说是惨胜 由于动用了政党联盟的力量 莫迪政府的权柄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莫迪过去几年承诺的经济建设目标 几乎没有一个达成 第二点 拜登的虚似 过去的一年是美印的密月期 但说到底不过是印度渴望美国的资金和技术 但是现实呢 拜登承诺的技术和资金 随着拜登的失势而变成了空中楼阁 印度政府再杀也明白自己是被拜登忽悠了 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出现在印度 我认为就是这两点原因 直接导致了印度莫迪政府面临空前的危机 但是呢 富无双祸不单行 由于在印度投资建厂的特斯拉 富士康先后宣布 搁置印度投资计划 而就在这个月的24号 富士康又宣布 加码11投资河南郑州 很显然 印度莫迪政府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和中国对抗 他是愚蠢的 和中国合作才是他的选择 于是呢 就有了印度接下来的一系列的举动 如果不出意外 今年印度将加强和中国的接触 甚至出台很多有利于中国企业投资的政策 印度的突然转向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国也仅仅就边境问题处理 和印度有所接触 这里面就是对印度政府坐有摇摆 以及对印度恶劣的营商环境的考量 也有人为 为什么不干脆禁止和印度通商呢 这种做法不利于地区和平 说到底 印度还是我们的邻居 我们不期待他有多好 他不闹事就一定是最好的结果了 至于去不去印度投资 那可要多长几个心眼 以免上当受骗 好了 以上观点呢 带有什么看法 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